台北龙山寺这一座已经使用了百年的佛谷将进行公开展览 谷楼的要调出来的时候那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动用到最大的一台调车130吨 那就是为了维护这个谷的完整以及龙山寺的建筑物的完整性 我们用很慎重的方式用展览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说从修复前修复中到修复后 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记录 我想这对整个我们文化的重视 其实是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龙山寺的木谷城中所使用的佛谷 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这一次是先进行展览之后要进行修复 而整个过程将会用影像做完整的保存 将来也会继续的使用它 好